画布上的两双脚用指头挑逗着对方 用隐晦的方式传达出同志的情欲 创作者陈克华不只是为眼科医师 还是为创作近40本诗集上百首歌词的作家 18岁就出柜 陈克华将身为同志的私密欲望幻想 转化为创作灵感 透过艺术作品呈现在世人眼前 那为什么叫奇经少年 因为奇经少年就是一个我小时候的脑海中 对于那个男体的一个异象 就是两个男生骑在鲸鱼的背上 然后那个鲸鱼的背上在呼吸喷水这样 那那种鲸鱼背上喷水 这个异象应该够清楚了吧 对就是跟欲望跟性跟肉体有关系 我画男体可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这样子很完整地把它展现出来 特别是男体之间的挑逗啊 欲望啊 高潮啊 然后美啊 这个种种的都陆陆续续在创作 很多人都说现在同志不都是很公开 或者是说大家都很尊重 可是事实上如果以我个人的体验 我认为同志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他们还是他们遭受的压力 还有特别的处境 其实改善的那种速度还是很慢 所以当然是比以前是好很多啦 但是他们在看到有人 有人愿意把自己的 这样的很个人化的性的表达 这么展览出来 他们第一个就觉得说你很诚实 第二个是你觉得你很勇敢 第三个就觉得 你很不敢试试 创作有时候你会设定 就跟写诗不用设定 但是写歌你会设定 大家都知道我写了很多流行歌曲 大概一百多首 可是写歌它会设定你的听众的 譬如说年龄层 譬如说你要诉求的族群等等的 那我这些话基本上 并没有说我要为同志而画 并没有 就跟我的同志诗 刚刚有一本《好鸟挡路》 同志诗选也没有设定他的读者 更希望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性倾向的人来看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作为非典型艺术家 陈克华的艺术作品都以复合媒材进行创作 从视觉上的需求以及想象出发 除了绘画颜料 像是珠珠 蝴蝶等装饰品 都能作为艺术创作的媒材 而创作也是他自我疗愈心灵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都是中和媒材 因为我第一个我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我画图就是 当然也是从树苗啊 画石膏像啊什么都 然后也学过水彩啊油画 就是那种课班去学这样 可是基本上我没有正 就是不是那种正规的学院出身 所以我喜欢画图都是不按牌里除牌 所以每一幅画都是中和 就是有牙克力 有碳笔 铅笔 甚至立可白 然后都有 珠珠其实是大概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我因为父亲过世 父亲过世以后就大量写诗 那因为父亲过世以后 我觉得就很难跨过去 所以我就去做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这样子 那刚好有个朋友他会算那个生命灵数 所以他就用我的生命灵数去帮我分析我的状况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脑袋里面突然浮现一个疗愈的方式 那个疗愈的方式就是黏 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做美劳那样子 后来我的朋友在做职能治疗师 他才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的职能治疗也常常用做这种美劳的方式啊 就是黏珠珠啊什么的方式来疗愈一些病人的状况这样 所以我就开始大量的去用二手的材料去黏一个主题这样 那我其实我念的主题很广泛 但是我今天挑的都是男体或者是人体的部分 来呼应这一次的展览的主题 所以理论上这一次就是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人体的呈现 奇今少年的五十道阴影在新元艺术展出到12月31号 透过作品引领观者进入属于艺术家陈克华的内心世界 感受奇今少年潜意识里的向往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